师父曾经讲过一个书生和挑粪工的故事 大意是说 如果你不去向对方讨债了 虽然对方还在受报 但是他们下一次的冤结结束了 不会再有了 向寝债杀业生生世世业债轮回 那么一般怎么样做 可以让冤结彻底结束 以后不再轮回重复的 还来还去了呢 不要去理他了呀 结束了呀 结束了 你比方说上次我不是讲 挑粪的故事吗 对不对 你如果一出拳那个秀才 那个挑粪的人就死了 对 是的 那么就冤冤相报何事了 因为上辈子这个书生是死在他的手上 这辈子他必定要死在书生的手上 所以他书生没有出拳 没有动手 那么这个人死了 自己回去也会发烧死的 那么跟书生这辈子没关系了 不就彻底结束了吗 两个人的冤结 就是人辱是吗 师父 对呀 人辱就是消业呀 不是消债吗 你也在吗 就靠人辱了呀 对对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就是这位同修问 如果是我自己欠的 我会好好还 但是别人欠我的 同修和菩萨发愿 说他通通不要他们还了 同修问这样 可以这样发愿吗 通通不要还了吗 人家比方说来还你债了 比方说你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好看 有个男的 哎呀 死去呗了 跟着你了 哎呀 成年做牛做马了 要给你钱了 要给你什么花了 你不要去理他 那不就还债了吗 你就不要他还了吗 但是很多女人们就贪了 一看有名有利了 哎呀 来来来给我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是的 那么你又延续了呀 所以比方说这个人哪怕给你拿一个饭 过去人家讲起来 他哪怕给你拿个饭 给你给你搬个板凳 他倒是在还你的情啊 你要是做了 你不就是 你就受得起了吗 你一受的话 接下来你要还他债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修心的人修到后来 就是人家对他好 哎呦 受不起受不起 我自己来 自己来 你就是这样的 所以人家不敢的 你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一个局长说来来 我给你科长 给你来敬酒 我给你 接下来 你就欠他了 他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就不敢不做了 没有办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非常吓人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 你在酒吧里 一个男孩子跑过来 小姐 我请你喝杯酒好吗 你说不要了 不要了 哎呀 下次吧 好了就没了 这缘分就没了 没有办了 你喝人家杯酒 接下来 他就开始 讲更多的话了 咱来我们出去聊聊吧 我给你留个手机吧 然后我们可以 现在弄个二维码吧 你逃不掉了你 明白了 明白了 知道了 感恩师父太吓人了 吓人了吗 所以不要轻易接受 人家的溃症啊 什么东西啊 都不肯啊 都不行的 所以法师为什么说 哎呀 我两手清风 我什么都不要的 送什么 没什么好送的 嗯 明白了 一送 你就欠人家勤了 我问你 人家给你东西 你是不是欠人家勤了啦 是的 拿人家的手短啊 吃人家的嘴软啊 这还不懂啊 明白 感恩师父 你没有做这个 毕竟 你会订购 cre一份 永远 可 你 举